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评论的题目是 中朝之间的关系 中朝之间的关系 并非 纯粹的兄弟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朝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利用 相互包庇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不正当的关系 这种关系源自于朝鲜战争 美国想利用朝鲜战争 打开中国的腹地 东北腹地 进而达到 这个筋略中国的目的 中国当时出兵 帮助朝鲜 主要考虑到自己 内在的安全问题 同时也帮助朝鲜 这时候可以算是兄弟之间的关系 但是 恶化的源泉 在于什么呢 恶化的源泉 来自于 朝鲜 分裂 分裂为 北朝鲜和南朝鲜 进而 中国对南朝鲜的 合法 国际合法地位和合法协位 予以承认 就导致了 北朝鲜 对中国的 憎恨 这种憎恨 朝鲜 朝鲜是不敢明面上表示出来的 但是 一直 一 发起核武器 一 对南朝鲜 进行反击 作为条件 来要挟中国 来绑架中国 他们甚至 从朝鲜的 这个 经济 政治 文化 和科学理论水平看 朝鲜 是不可能 存在 核武器的 所以说 他为什么要叫嚣 又基于一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之所以叫嚣 就是 叶郎之大 给美国 韩国 日本 这些周性国家 提个醒 说我有能力 保卫自己 反击你们 其实美国 日本韩国 这三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完全 台北朝鲜 但是他们基于 中国 俄罗斯的 保护立场 所以说 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点 朝鲜教育的原因 就是想绑架中国 要挟中国 让中国给他提供 更多的 经济上的 支持 包括粮食 以及一些廉价的 政治自卫 第三点 朝鲜之所以 叫嚣 朝鲜 是看到了 中国和俄罗斯的 对 自身的立场 中国和俄罗斯 不会轻易的 去触破 去触动 朝鲜 朝鲜 战争的底线 所以说 朝鲜 就以上三点 该用叫嚣 这也 导致了 与中国的关系 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 金正文同志 上台以后 叫嚣 世华 对中国 置之不理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 还是那句话 在要挟中国 在绑架中国 他们认为 他认为中国 必须 在背后 支持他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中国的 安全稳定局势 因为中国目前 这个正在改革开放的 攻击区 和经济 这个改革的深水区 这个政坛 政治 经济 一系列的 世界环境因素 使中国 无暇顾及 朝鲜 朝鲜 这些 叫嚣的 小事情 应该是说 所以说 中朝之间的关系 不是 实际上的 兄弟关系了 是 农夫与 神的关系吧 好 今天 这是第一次 进行 这个评论 有点紧张 请大家 谅解 谢谢